全身上下充满奥运logo 各式各样的别针 还挥舞着各国国旗 光看就知道66岁的维维安 是个超级奥运粉丝 这次的巴黎奥运 已经是他参访的第七届奥运了 亲自缝制自己的奥运服 华丽装扮让维维安成为网络红人 吸引不少人上前合照 交换别针 维维安说这是他认识世界的方法 为了走访这次巴黎奥运 维维安花了八年时间 打两份工程钱 花了将近33万台币买门票 虽然回去还得面对 庞大的信用卡贷款 但维维安直呼非常值得 奥运狂奋不止维维安一人 54岁的石川公子 也是连追奥运三十二年的资深粉丝 日式股风装扮榜上必胜的头饰 石川公子除了受疫情影响的动奥以外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 从没有缺席任何一场奥运盛事 石川公子和维维安 这次也在巴黎首次合体 我们有什么在一起的 对 我们不是唯一的 我感觉这是第一次 我们在世上见你 我感觉我们在一起的 两位狂粉开心碰头 将继续在奥运会上 为各国选手加油打气 华新闻蔡茨 陈山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